带大家来探访樱花美景 位在泰玛里乡的金针山 除了是1到3月的樱花 5到6月还有绣球花 以及7、8月份众所皆知的金针花海之外 一整年都有不同的花季可以欣赏 不过呢 山上有好几处的赏花凉亭 却因为严重的破损 甚至杂草重生 优客根本无法使用 相公所则是回应会派员现场盘点来进行改善 位在泰玛里乡的金针山 一年四季拥有不同花季 像是1月至3月的樱花 5到6月的绣球花 以及7、8月众所皆知的金针花 一整年总吸引大批游客上山赏美景 拍照留念 但有些景观平台却已破旧损毁严重 甚至杂草重生寸步难行 游客根本无法使用 有些地方有点偏旧 那道路上面有些地方有小堂房 但是车子还是过得去 但是还是要多注意 有些安全的 不管是交通还是一些设施 都是要被关注的 泰玛里乡公所表示 金针山区有些粮亭并非公所建造 过去有许多单位补助兴建 最后再由公所维护管理 而现在正逢樱花开花季节 为了避免游客受伤 以派员上山线刊起盘点 针对破损严重的粮亭 会拉起封锁线禁止进入 再评估后续修缮可行性 至于杂草部分将修剪清理 游客上山想在凉亭制高点 眺望更美的风景 却因为景观平台楼梯板破损 护栏坏掉而不赶上去 压制禁失 这段期间 游客也避免步入危险凉亭 相公所则会尽速改善 提供游客安全完善的旅游环境 这段期间 太马里想不到